趁著天氣稍微好轉 農友趕忙好走人烈 分工合作快速採收馬鈴薯 先把馬鈴薯離出土來 工人一邊篩選一邊放入取消 農友敢探說今年不只產量少 連顆粒都變小了 下三天的影響 造成馬鈴薯成長比較不好 產量就少了兩三成 董南正農會工銷部主任 沈常復表示 不只今年變小科 連種植面積都少了許多 本來當年農會來說 差不多要長的就要400公頃 現在目前大概剩下100公頃左右 也是因為氣候軟化 農民的育率越低 所以馬鈴薯如果在氣候 如果一直這樣的話 我感覺這個產業是非常的危險 為了幫農友著心出落 農會勢眾推廣彩色的馬鈴薯 口感香甜綿密又營養 遇到雨季 除了大西洋界的品種 跟台湯一樣 能夠比較能夠抵抗 外在這個環境 所以是不是會開始在勢眾 對 今年有大概勢眾的兩公頃 產量都相當的好 彩色的馬鈴薯已經試種幾年 農會也和農民共同氣作種植 所以下一季將號召更多農友加入氣作行列 新唐人也在電視賴立芬台灣雲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